那我们格林公式 不光是可以用来求曲线积分 我们还可以求平面区域的面积 那我们首先我们知道格林公式 它是我们一个B曲线上的积分 p dx 加上 q dy 要等于在一个区域D上的积分 偏 q 偏 x 减上偏 p 偏 y dx dy 好 这是格林公式 当然我们要求L是一个简单B曲线 然后 q p q 都有一阶连续的偏导数 这是我们基本的要求 那我们同理我们同同样的 我们以前也知道了这个面积 面积这个本身对一个区域的面积 我们就是1的积分 就是1的积分 或者是等于 dx dy 就是1的积分 实际上就可以写成1的积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 如果这一部分等于1 那我们这直接积分不就是变成了 不就变成了它的 它的这个 面积了吗 那么这个面积 可能它本身这个面积不好求 但是我们右边 左边比较好求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 用一个曲线积分来计算它的面积 所以我们有很多种选法 因为我们只要它等于1嘛 那我们常见的一种选法 我们可以用可以用这种选 可以有很多 常见的选法有这种几种 第一种如果说 q x y就直接等于x 而p x y等于0 也就是说这部分等于0 这部分等于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面积 就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曲线积分 曲线上的积分是它的边界上的 曲线积分 那么就变成x d y 就是它的面积了 第二种情形是q x y等于0 而p x y是等于负 y 所以这个面积 我们把它拿到左边来 看左边的这个表达是q q等于0 p等于负 y 所以这个就变成 边界曲线上的积分 负 y dx 第三种情况是 q x y等于1 2 x 而p x y等于负 1 2 y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用法 那么就是1 2 曲线上的积分 负 y dx x 加上x dy 那么这几种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用法 当然你如果方便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只要只要这个等于1 那就行 这个等于1 那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法 多种各样的选法 那最常见的是这三种选法 那我们用这三种方法我们来计算这个面积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立体 我们是a的平方分之x平方加上b的平方分之y平方等于1 这样的一个椅圆 我们可以用三种方法来计算 那我们第一第一种 我们首先我们看啊 首先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我们用参数化来给出来 这三种方法啊 这三种方法都可以用来计算 计算它的面积 那我们先把这个 然后我们先把它参数化 a的平方分之x平方加上b的平方分之y平方等于1 那我们可以写成x是acost y是等于b3t 而t是从0到2π 那么我们第一种情形 a是等于在l上的积分xdy xdy 然后换成曲线积分 t是从0到2π 那么cos平方如果是偶数次方 我们知道在讲calculus的时候 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计算 我们用降阶 或者用背角公式来把它降阶 好 0到2π cost的平方是2分之1 1加上cos2t dt 然后直接积分出来是2分之ab 1加上cos2t积分出来就是t t加上2分之1 312t 然后从0到2π 好 那么结果就是πab 我们带2π进去 t是2π 4π等于0 310也等于0 所以是1π 所以是πab 是椭圆的面积 我们知道以前在用二重积分 用wintergrosser来算它的积分 算它的面积会比较复杂 我们计算它的上下线 要上下曲线和上下线 x上下线 算起来都比较麻烦 计算比较比较稍微多一点 那我们看第二种方法 a是等于l上的-y dx 那么l是从0到2π -y y是b3t 那么-y是-b3t dxx是acost 所以是求积分是-a3t 然后dt两个负号 所以把ab拿出来 引到2π 这是sin t的平方 dt 我们一样用背角公式 把它降结 sin t的平方是2分之1 1减上cos2t 那么积分出来 2分之ab是t 减上2分之1 312t 然后从带0到2π进去 那结果还是πab 因为310和314π都等于0 这里我们要用到一个降阶 那么第三种方式 a是等于1 2分之1 这个b取线上的积分-y dx x加上xdy 那么是1 2分之1 0到2π-y dx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是ab3t的平方 然后xdy我们看到是abcost的平方 好dt 所以这个 那么3t平方加cost的平方 现在就把它约掉了 就加起来就等于1了嘛 所以是2分之ab 再乘上dt的积分 那这个更简单一点 所以是πab 这个就更简单了 那这是我们用格林公式来求面积的方法 三种方法都可以 那么其实我们最第三种方法倒是更常用一些 你可以试一试 你可以多练习看哪个你应用的最熟悉 你可以用哪一个 那这是我们用格林公式求面积的方法 实际上是应用曲线积分来求平面区域的面积